汉尼拔英语Hannibal 香港亦沉默的杀鸡 台湾艺人魔是一部2001年的美国惊悚电影 为沉默的羔羊的续集电影 改编自汤马斯 哈里斯同名小说 导演是雷利 史考特 班冬妮 霍普金斯饰演男主角汉尼拔 莱克特 朱利安 摩尔饰演女主角FBI探员克里斯 史达林 该片赢得连续两周的北美票房冠军 为了不想再强化汉尼拔的魅力 电影改编后的结局与原则小说并不同 电影中女主角拒绝了汉尼拔 剧情 时间位上一级水牛比尔事件的十年后 克里斯 史达林与他的手下 正在想办法攻入一名女毒贩的巢穴 而记者亦在现场等消息 几经劝告后 毒贩与他的手下终于出来 但女毒贩怀中却抱着他的婴儿 最后因同事的失误 毒贩与FBI探员发生枪战 女毒贩与其四名手下在镜头前被射杀 只留下在哭泣的婴儿 司法部官员保罗 克伦德勒·雷·比欧塔士 因以前对史带林求爱不遂 一直为此感到怀恨在心 打算将整件事归咎于史带林作为报复 新闻大司报道此事件及史带林的历史 当然亦包括他原来曾负责的汉尼拔·莱克特一案 莱克特的一名受害人梅森 维格尔极为富有 看到新闻后 利用他的财富影响FBI 要求他们将史带林调回 侦查莱克特的案件 维格尔原来是一名有恋同痞的虐待狂 因莱克特的缘故 弄倒自己毁容及四肢瘫痪 现在一心只希望找莱克特展开报仇 正如维格尔所估计 莱克特得知史带林受责后 寄封信给史带林 信中没任何线索 但信纸上却带有一丝淡淡的香气 史带林找香水专家一看 原来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润肤霜 市场只几间店有卖 而其中一间在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警局一名警探帕奇 Pizzi无意中 从同事调阅的香水店监视器影像中 发现图书馆代理馆长费奇博士的身影 经由跟踪及调查后确认 他就是汉尼拔 白克特 身系三千万美金的悬赏 帕奇随后和维格尔联络 并透过一名小偷 获取了汉尼拔的指纹 史带林经由影像发现汉尼拔 并和佛罗伦斯当局联络 要求务必不可轻举妄动 帕奇当下为了钱 不听史带林的劝阻 执意要捕捉汉尼拔 当晚 帕奇被汉尼拔给迷晕而被杀害 而自己和维格尔所派遣的杀手合作出击 赶到的杀手也随即被汉尼拔给杀害或下软 维格尔因此失去汉尼拔的消息 转而贿赂保罗 栽赃史带林 使他停职 引诱汉尼拔现身 汉尼拔得知后回国 潜入保罗家中 获得其别墅地址并准备工具 随后联络史带林和自己见面 维格尔派人跟踪 在现场成功捉住汉尼拔 准备释放自己所饲养的食人猪 吃掉汉尼拔 史带林知道保罗和维格尔合作后 独自潜入维格尔的庄园 准备亲手逮捕汉尼拔 史带林在食人猪到达前开枪 打伤维格尔的手下 救下汉尼拔 但另一名枪手开枪将他击伤 此时食人猪冲进场内 绕过汉尼拔 因为他手上抱着史带林 吃掉了受伤维格尔的手下 维格尔为此震怒 要求他的助理对汉尼拔开枪 但维格尔的助理被汉尼拔的怂恿下 将维格尔给推下去喂猪 汉尼拔随后带着史带林离开 前往保罗的别墅为他疗伤 保罗进入别墅时 被汉尼拔给迷晕 而史带林醒来后报警 看见汉尼拔和脸色病态的保罗 正在等他 此时汉尼拔取下保罗 以被切开的头盖骨 并切下大脑皮质烹煮 给保罗他自己吃 随着警察的感到 汉尼拔准备逃走 但史带林此时和他对峙 用手铐将彼此铐在一起 别无选择的汉尼拔将他的手剁掉离开 而史带林则毫发无损 被警察找到 影片最后 搭上飞机的汉尼拔打开他的便当盒 让旁边一名亚裔儿童 吃餐点中的老花 谢谢收看您的鼓励我的动力 请点赞转发订阅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